我是Peter Chan 我做了琴十五年 去了加拿大二十年 跟了兩個師傅學做琴 在這個過程我從零開始 以前我是彈結他 完全不會做結他 幸好是學過程是由工具做起 慢慢我就可以做到結他 我們是做classical結他 和flamingo結他為主 展開眼睛就過了十五年 現在跟我師傅都是很好朋友 因為我是一個電結他手為先 我去加拿大 我帶了很多電結他過去 有些電結他 那些flat就失敗了 就失敗了 我們走過一個遊客區 看到一個西人在裏面做結他 我太太說 你不如又去跟他聊天 我推了我的玻璃窗裏面 那聲音問我 什麼事啊 那我就說 靈記一竹說 我不如有支結他令給你做 於是我拿了一支 Terry Custer給他做 做完之後我覺得他的手工很漂亮 我問你教不教人做結他 他說我不教的 我是教做classical 於是呢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去上課 就開始入行 但是第一個師傅 他是美國人 美籍的 他是比較 他是教一般level 他不教advanced 那麼後來跟了他五年之後呢 他 介紹了我去給他的師傅 Gayser Gayser是 可能和我有些年紀上 大家都差不多有些年紀 就一見如故 然後跟了他十年 在空中學到很多東西 那他可以 你不帶任工具 可以罵你45分鐘 這樣的先生 但是這樣訓練出來 你的技術就會比較紮實 很年輕的時候 在香港 我們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很喜歡拆結他 整支電結他由到尾都拆的 換一下flat 但是從來沒有猜到 會是有一個原裝的木 做出來 現在他們的要求很高 因為你正是學sharpening 學磨刀 學一兩年 這樣 所有的東西都是很幸運 而我 Gayser這個師傅 他最出名是 Polishing French Polishing 他那個finishing 技術是很好的 很多在美國過來 這行的人 都要跟他學 我好彩 學了這個技術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我其實學了Kono Kono 他很喜歡跟師傅打交道 於是我就學了他的心態 於是跟師傅的關係非常好 而且我知道每個師傅做琴一定有秘密 那 他雖然說沒有秘密 但是很多東西是慢慢流露出來 這樣的 因此我們是知道整個做琴的過程 這支琴是我早期的作品 這支琴是我早期的作品 是Rosewood Bed & Sigh Ebony Fingerboard 通常我們用的木是Airdry 意思就是說那些木是風乾了很多年 而且木是在網上買不到 通常我們會跟老師傅一樣 因為他們會存埋一些木 所有木都是風乾 才不會收縮 我們用這些木來做琴 所有的過程全部用人手做 甚至我們的錯 刀全部都是用人手做 即是手掌全部用人手做 因此做出來的琴是特別 Response是特別好 還有我們是 每個琴裡面有一個力量 很難拿到 那你要學得去拿那個琴 很多年前我初初回到香港 是由四萬五元開始 銷售這些琴 其實的意思是 想讓更多人知道 有些手掣的琴 全人手做的琴 這樣 我曾經做過一支巴西木 它是貴過黃金的 哈哈 是由我師傅那裏 儲起了 那我跟他買三套 曾經做過一支琴 它巴西木 就跟這隻Rosewood有些不同 這隻Rosewood是比較 它的微粒是粗一點的 巴西木是幼細一點的 巴西木是像朱古力色的 Rosewood是大紅色的 因為巴西木的 巴西木的Density是高一點的 它的密度是高一點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沙紙磨出來 它的粉是幼細一點的 因此它的Rosewood是大一點的 相比之下 有 現在很多人用其他木 好像我做過一支 馬達加斯加的 Ebony 其實它是 Fingerboard一樣硬的木 用來做back and side 非常之難 人不屈的 它是兩倍時間屈 因為我們是用人手屈 不用機器屈 那支琴做出來 它的power很大 我師父曾經說過 我們現在這行職業 叫做Luvia 是嗎 做琴的人 如果你是用機器屈 你不可以請做Luvia 你還未是個行的人 所以應該用人手屈 才是 全是 即全套都是人手屈 你可以控制得很 很重要 機器因為 每次做出來都是一樣 你會 skip了一些東西 例如 例如 木最好腥的位置 你都沒有拿到 你就屈了 你明白嗎 這樣做出來 它的power少了 所以很多琴做出來 很漂亮 但是它沒有了power 人的耳朵選材最重要 幸好我們是彈結他的人 在這個過程 我們是 是優勝的 一千元的琴和一萬元 十萬元的琴 其實相差得很遠 很遠 只要你懂得分 慢慢慢慢 你就會一路埋上去 我們都是經過這個過程 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是不會分 所以 所以 真是 真是做琴漂亮的人 他 他不是注重漂亮 是注重聲 聲 聲為主 很近我們 Hifi 那個情況 即是你買一個 Hifi 可以奧美 但它是很大聲 但是它差 為什麼Hifi那麼貴呢 就是這個原因 它的聲音是很軟 軟質原味 播出來 琴都是一樣 我們能夠令到它 軟質原味 播出來 每一粒聲都這麼漂亮 所以它是有體積這麼多次 每一塊木都是非常獨特的 每一塊木都不會是一樣的 它不是防火板 它不會是一樣的 所以每一塊木做出來 我們只是猜到它會是這樣 當做完出來之後 整支琴加在一起 做到那個效果 那是最重要的 做琴的過程 其實我們是落了心思 我們要揀木 我們要敲木 最後用手刨出來 每一個過程 我們要拍一下木 然後我們撼起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廠琴完全沒有做到的 他們是一個電腦 從頭到尾 現在電腦這麼發達 為什麼我們堅持要做這件事 始終有人做這件事 尤其是你看到小提琴 幾百年來 他都是沒有 沒有法治可以取代了人手的工作 因此手做的結他 是仍然可以生存的 我相信 我喜歡教人 因為我 我第二位師傅 他曾經問過我的問題 他就是問 你會不會教人 將來學完的東西 你會不會教 下一代 我是很喜歡 將這件事 share給下一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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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